雖然還可以說 好 性緣 我們剛才說就說 性緣 性緣形 以這個緣為重心 無緣 形 形到 怎麼你也不可以生 那也是算緣 五度緣 所以說以這個緣為根本 以這個願為根本 如果是這樣子 那麼性願恨 那我就去增加我的性 我的願 我的行就可以 性願行 我的性緣形就好 跟天台道理有什麼關係 那麼這個呢 就必須要跟你說 你若信 信得越親 當然你的願就越堅固 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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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若說 譬如說 我就相信這些人 就去台北 去台北 開車都開得很好 要爬這個山 爬得很好 我第二 我要去台北 我第二我就沒問題 因為我親自一聽到一看 看他爬山爬很快 去到那裡 那裡最重的讓我看 所以你相信了 所以現在相信的時候 現在 有人問說 誰要爬 誰要爬我爬某一個山 大家都在問 這個人也在帶路 那個人也在帶路 你會去找那個 你親自一看 爬到你山上的那個 你會說 我來找那個 我要去找內閣 因為他在山上爬去 那過程我都沒看 所以你有願意地 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願心是以信心的堅定來參生的 你若無心阿密度佛 你若無心說你會忍生 你若無心黏佛會給你忍生 你若無心說 你這顆黏佛的心 可以跟阿密度佛相應 你若無心者 那麽你的願心 有 但是真切 真切 真切 很多人說他有發願 很多人都說他有發願 往生 可是他憑什麽發願 他只是說他想發願 很多人說他有發願 他只是他發願而已 他憑什麽可以發這個願 他沒有條件 他沒有 他沒有信心來做 做依靠 他沒有信心做依靠 所以他那個願虛無飄渺 他那個願就不堅固 他的願就沒有堅固 所以說 我們要以信心 來參生這個願的堅固 然後我剛才有說到 對嗎 所以信心 如果這個願堅固之後 堅固 你現在還在教你 跟你說去行 現在就有問題了 到底願堅固之後 就要行還是不用行 我剛才一定說 我剛剛已經講 在就彌陀佛的48願 彌陀佛裡面 48願 第19願 來看 他並沒有要求說 你一定要念 佛念到一心不亂 他是說你念中的時候 要以願心來回向 第19願來看 他並沒有非得要你 念佛念得一心不亂 他就叫你要有那個 用願心來回向 那18願也沒有這樣講 18願也沒有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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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願說 祭心好養 他是歡喜 你看看 臨終的時候乃至十年 臨終乃至十年 所以說起來 他的本願裡面 他真是沒有要求那麼多 但是這樣 如果我們在行 我們在念佛在行的時候 到底目的是什麼道理 為什麼要去念佛呢 有兩個原因 他叫世教佛所教的 不是他叫本願所教的 本願裡面沒有特別這樣講 但是他叫世教佛所教 是他的釋迦佛在彌陀經所教導 十詞名號 若一日乃至七日 一心不亂 這次明佛就一日 乃至七日 一心不亂 所以說這是 世尊親口所教 世尊親口所教 所以我們意義所教 我們要念佛 這當然是 這這樣是對的 問題是為什麼要這樣 世尊為什麼要這樣講 世尊為什麼要這樣講 世尊是怎麼要這樣教我們 欸 經典沒講 經典沒有解釋 那麼 天台的祖師大德 天台的祖師大德 他就教我們 他就教我們 他教我們 為什麼 所以說呢 我們如果依天台的角度 來看信願形 我們會知道說 其實它是一體的 它是一配 它跟一個 想法 所以說起來 我們去形容 我們去念佛 這件事情本身 既是增長信心 也是兼顧願心 同時也是讓我一心不亂 蛤 是這樣子 我們去念佛 實際上說起來 念佛 當然幫助我們一心不亂 但是也幫助我們信心堅定 當時也讓我們願心不亂 所以說 讓我們消極 讓我們信心堅定 讓我們 這個 嚇到我們的 種種的這個 失去 耐治 臨終的時候 這個願心不懂 臨終的時候 怨心不懂 所以說念佛 你到底要用什麼方法念 念佛 你到底要用什麼方法念 你如果不懂這些道理去 你如果不去深刻的了解 這句佛號 現前是什麼現前的 是怎麼現前的 是用什麼心來的念 那麼 這個念佛是嘴裡念 跟神跟元的關係就不清 與信願的關係不深刻 所以說念佛是一邊 信願還是虛無飄渺 念佛是一邊 信願又是 很爽的 所以很多人念佛二十年 信心 又又沒有錯 不讓那些人的信心更堅定 怎麼 念佛煩惱很長 念佛語 煩惱其非 無名是海天一色 是不是這樣 完全沒有變 人家念了二十年 念二十年 他的信心不堅定 信心不堅定 你想他怎麼可能 臨終願心不堅定 他信心不堅定 哪有可能臨終願心會堅固 他一盡臨終懷疑自己 念佛不成就 他一盡臨終也懷疑自己 怎麼樣 懷疑法 光這樣念 人家來幫我註念 有用嗎 最後你就會懷疑佛啦 我看佛是不會來了 因為呢 我沒有好好念佛 疑佛 疑法 疑治 所以說那個慈云燦主 ga kosting 掃丟的ные 奏糞燦主 他當時在奏糞燦主 遵徑者 那時候是他在打呼氣 這個人他也是要念佛 這種人他還是要念佛 但是他都怎樣 他去打佛氣 然後回來的時候只有感覺喉嚨沙啞 膝蓋很痠 只有這種感覺 他去念佛回來的時候 如果後面有痠症 腳踏腹比較緊緊 吃想要睡好一點 睡三天 有這種感覺而已 他沒有內心穿上一種歡喜的感覺 還有一種人他怎樣 他有 他也開心得怎樣 人家說他念佛 多痠 念佛神念得很靜 很定 他看到阿彌陀佛 看到阿彌陀佛 很高興 這樣聽懂嗎 有喔 有人這樣喔 他也有念佛 看到阿彌陀佛 結果 教上奔佛 教上不念佛 二三天後 他就不念了 我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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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台東 穿這個 穿角色 現在還在 你那個 什麼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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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師公 但不ъ 我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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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提ね generation 所以說感應 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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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在地位上用 這種感應 不會高等 會失 那有很多是我們的夢想而已 沒有那個研究的效果 沒有那個長久的效果 所以要懂道理 要懂得理 心才的堅果 所以說我念佛 我做學佛 我就念佛在佳 對呀 我在家我就念佛 念我現在 我沒有換地位 念到現在我沒換題目 不是我懶惰 不想換 不是我這麼麻煩 我要換 不是 是我越來越清楚 均勻就不用換 越陰 感覺這句符合的內涵 要得很沉悸 沉悸得怎麼樣 沉悸得要用到心裡念 這句符合現前的時候 這是三種的慾望 佛法 這句佛號念現前的時候 其實與禪中的開悟無二無別 但是又超過禪中的開悟喔 那嘛 三種開悟 自理 大家要貼 大家要負 大家要負 但是不一定是翁身 它可以隨著頭去 我們這種開悟 隨著我們的本圓 我們可以方向 還有一項 無法受未來的豐益和顛倒 不再受以後來的顛倒的可能 無法再消壓 叫英國台書說 無法再消壓 才無法再退路這個輪迴 所以說起來 這樣講下來 這樣說起來 是這句符合 它裡面代表的比較親的道理 這個親的道理 是跟一切的符合都相應的 它不是你的政策法文裡面特別有的 你要受什麼 受筆 受花言 受天台 受概率 頂頂 都會用那個法文 都會用那個法文 那麼以天台的告例來說 跟你講到那個法文下去 讓你去知道 原來是這樣喔 這樣說起來 我念佛也不能誹謗其他的法文 我念佛也不能誹謗其他法文 只是各有方便 只是各有方便而已 只是各有方便而已 用的是同一種心 方法三部分不一樣而已 三宗要參本性 念佛也是用本性在念 三宗參本性開後後 本性憲法 我念佛用本性念到好的那種 本性也是憲法 三室會念裡面說 這是本性憲法的意義 就是這句話 三十細念 乃是自信憲法爾 念佛 實際上哪有你念世宗的佛 哪是本性憲法的意義 你會知道這個道理 要知道這個道理 你要依照天台中的道理一步一步來 好了 我們現在這樣你就知道 是怎麼性原形本來 你這樣知道就可以了 我們就要用天台中的角度來了解 是因為這樣 你這樣就用你的 世宗的心來念佛 你這個念佛 就堅固你的信心 當時也堅固不重要 你的願心 願心會因為你念佛念得越好 你的願心會越堅定 那不是說願是一種 念佛是一種 很多人就是這樣 一念佛念二十年 效果不出 念佛 念佛也不健康 信心也不健康 那就是真可怕 這樣到未來的時候 電腦沒辦法往生 所以說台中 說近年有技術 你說說 這個技術自己本身也有風神 也是 但是有風神我不知道 不然他就 以前說 我說 我這樣 在那邊說 這麼久 幫助人做了 對 那一百個裡面 出沒兩個 那一年 在台中裡面 我認為說 是有風神的 可能出沒幾個 我這樣說得很恐怖 可見 念佛照說 要萬人收萬人去 是怎麼會佛教有人會這樣說這種謂傳 那就是這個神經的道理 他沒有了解 他沒有了解的時候 他在念那個過程中間 他不會參與到堅固的信心 叫萬心 他道理不懂 他就不能在念佛當中 產生歡喜的信心 以及堅固的 願心 信心是要歡喜的 願心是要堅固的 那麼呢 念佛的恨心 是要什麼 篤定的 要穩定 要決定 念佛要決定 我問你 你什麼人跟他講 現在 來 我們念三句 我們現在都要死 現在 他說 帶來 或是我們現在 你發行的婚人基頂 不好意思 不能說發行 沒有一台婚人基頂 不然都說就發行 不好意思 你沒有一台婚人基頂 現在婚人基的基頂說 抱歉 我們營證死了 都要死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沒有人 沒有人給我們救 那椅子是怎樣 椅子是山 垂去溫死的 那時候你是阿伯叫舞 叫天叫伯 還是怎樣 還是 叫觀念佛山去救 都可以 當然叫我們佛山也是可以 但是那時候 你有那麼多心情外 說 嗯? 這樣我就要來 電話機也不用卡 不用說拜拜 連人也不用說 現在坐 藍毛蚵蜜 又降一百公車了 藍毛蚵蜜 這次要加多 降兩百 純就要降下 第三句就落下 又落下 藍毛蚵蜜 砰 死了 這樣 你覺得這樣就去 你覺得有 你有辦法嗎 我念不念不念這樣 這裡是有很主宰 這裡是無國有道 識者有做 安吶 孫孫善悠 英英勸道 千經萬倫一仔講 我們的祖書一仔 千經萬倫也一仔講 毆密度理欺受傷 五極修有意思 頂才英極的受傷 來勝出世上 正如世上 就是要讓你這樣 臉中無憂恐怖 不是好事才是無憂恐怖 那以外來死很多的發生 是不是啊 這樣你也怎樣 你也是無憂恐怖 就要做到這樣 那才會很主宰 要安嗎 你如果要買 就要喝很痛 不你就不飽了 不你就不飽了 三句而已就要用心 但是經典講一句就要用心 為什麼三句不用心 還多兩句 才會不用心 對不對 所以 這必須要用心去感受 心心 也好 原心也好 如果這樣 行也好 心 到底是要心什麼 當然 就表面來看 第一 你要信 設計有道 確實 說話不騙人 因為他是佛 說話不騙人 所以說 他講講有聲音 就是有聲音 那個叫做 隨 性言量 性言量 聖言量 隨聖言量而信 信佛所說 真實不虛 信佛所說 真實不虛 真實不虛 我相信你們大家要信 沒有你們不坐在那裡聽到真的 對吧 那是信佛所說 但是這樣 又是佛講的 跟我們沒關係 對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跟我說 講一句遍遍遍 對不對 你信佛 但是 你還是最最責任 我們信佛 也過世了 甚至太誇張了 那也不能說不信 甚至我們出家 甚至我們出家 對不對 但是我們信佛嗎 信 可是遇到問題 我們大不會信自己 我們信佛 我們不信英國 我們不信英國 就不信 所以說 信佛所說的 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 蔡英姓的力量 有限 再來 要信 他方是有限 社pson 我們社pson是有佛党名為 無蜜uminum 那麼無蜜uminum 實在 發四十八萬 建築重心 你要信這塊兒子 有信嗎 這當然 其實你也信 你們這桌在這裡 跟過來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沒有看 不然聽到了 所以說那種信 也是水準 信安良 從聖元亮來信 因為你過去吃的聖金 不然我們還會去懷疑 你們都沒看到了 沒報到、沒憑到 我們看到對著的是什麼 我們辛苦的痛痛、痛苦 我們在身邊的紅毛 很在地圍中 這我們看到的 所以我們很大部分 我們是跟我們的煩惱的環境 到底 我們不是跟聖風紀錄世界的阿彌陀佛帶領 我們沒有到一天跟阿彌陀佛帶領 所以我們要信他 那一段時間是很少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信 我也是跟你說你是要信 這是信第二章 要信這個 信聖風悠佛中間 但是這 都不是我們天台中所說的重要的信 我們天台中所說的信 是要信什麼 信你這點心 這點心裡面 古著 世界有做所說的一切法 也古著就是聖風紀錄世界 阿彌陀佛 他的本源 你的那種心 沒有離開到你的本心 你這點心一起 所以你沒有佛 那麽呢 不是因為阿彌陀佛聽 但是阿彌陀佛自然有聽 不是念聖風紀錄世界的欠興 更是念你的心 你怕你有那麼多念佛,是你的本性憲法 阿密度佛也是他的本性憲法 所以說有些都叫到世界 要你信的是信這個 不是只有世界有多所說,還是阿密度佛所信的 不是只有這樣 但是當然你這個要信 你要信就這兩者,你這麼多信我才剛才 說信你的本性 好,那麼比什麼你要信這個呢? 那現在我們就要來講喔 說佛法到底是怎麼看待這個世界 佛法到底怎麼看待這個世界 修仙 修仙啊,佛法告訴我們 這個世界是遠起無自性 我們這世界是緣起沒有自性 怎麼看這個遠起呢? 你看看,我們今天有這個發揮 這個發揮是,你們主委來這裡坐的 我來這裡講 這樣發揮這麼勝出 今天如果發揮時間一久,你們到處裡後 這裡裡面空空沒人 這個發揮還沒去 我們的辛苦,我們這個肉體 我們看就是肉體對不對? 你看這個肉體是我 你看到我,要是這個皮去包一 包一個肉 肉又包一塊骨 這樣,所以就完成一個人在那裡 那麼我,我的習慣 習慣一聲聲,我一聲 就用這個水劑來叮噹 他們家就說出聲音出來 你聽到 還是你要知道 我今天為什麼要說話 是因為我的念頭在上面 我才會用我的水劑來說話 問題那個念頭 念頭你說話 到底哪一個念頭是我呢 是這個念頭 當你說的這個是我嗎? 但是這個念頭 我怕你講這句話 但是這句話 他已經一句話做緣起的了 我今天講的這句話 這句話是以上一句話做緣起的 所以如果沒有上一句話 我這句話講不下去啊 如果沒有上一句話 我這句話說不下去 是不是這樣? 所以說這句話的參生 是一定這句話來造成的 因主,你說現在跟你說的 這句話是我 不對 這句話是一定這句話參生的 所以念頭 剛才的念頭是你 肉體是不是你 肉體是皮 肉 骨 肥 一口氣 一口氣在那裡放進去 這樣說就是我們 我們的肉體 那不是 你要看喔 我們現在看我家人 然後有人說 哎唷 我們的兒子 油脂不好 有一個人死去 他要管理油脂 或是說你 你就換 你的 你自己的身體 你要管給你的兒子 一個油脂 一口油脂 你現在看他 或是你的兒子 以前 他換了一個油脂 或是換一個心臟 他開頭好回來之後 你看 那也是你的兒子 那還是你的丈夫啊 他雖然換了一顆心臟 或人工心臟在那裡 但是你表面看起來 那還是你丈夫啊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但是不對啊 因為 你以前的那個 那個 他的心臟是肉做的 現在這個 這個 不是了 他的心臟是鐵做的 那你感謝你娘 是嗎? 你也是 還要認識 現在還要想 萬不利他的胃 如果壞掉 還要換一個胃 還要換一個 什麼人的胃 還要換掉 這個時候 他不是他的肚子 他在裡面 不但心臟換掉 他的胃也換掉 他現在回來 你還要認識 他是你們家的人 他是你們人 你也是說是啊 對不對? 現在還要換肝 還要換肝 還要換肝 換肝 都來 都是鐵仔做的 我問你 還要想是你們人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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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怕了 蘇你怕 沒關係 是嗎? 當然也是 看著人 當然是 我們現在還要說 記憶心臟有重要嗎 很重要 沒有心臟人會死 如果沒賠 沒賠人會不會死 好 很難 他現在因為在裡面換了 所以形臟更不便 歡迎更慢 有一天 他在那裡搗錢 那湯又去拔倒,哇!湯到怎樣? 整支腳沒拔過,那支腳又去換掉 現在換一支鐵腳 我問他,他又是你們安 是不是? 是喔? 不好意思,他要換兩支要怎樣? 是不是你們安? 是,還要勉強 所以兩支手就換掉 這個身膏,這個皮,還去放到 現在用人工皮去補 補補起來這樣,沒有派機,補補起來 是不是你們安? 現在越來越漂亮 現在越來越漂亮 各位,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愛的,我們看到的 那是我們自己,那是一些肉體 他在做合,這會變的 他在那裡變化 他是因為他負傷,還要有關火,還要在那裡頂盪 所以你流血的人,就是你原來是食材的人 你看你生一個小孩,生出來的時候 幾公斤而已 一公斤,兩公斤,哪一三公斤,幾乳 結果他現在大小孩,大小孩 大小孩到,噢,他現在 肥到變二十公斤而已 你也覺得他就是你兒子 但是,你的兒子 原來生出來的,這兩三公斤 你兒子,現在變到二十公斤 照說,變一個人家 他的身膚裡變 他的身膚裡變,你也是愛他這個 會變的身膚 可憐,我們是你愛一個 本來不是那個 但是,要變一個 本來是兩公斤,現在變愛六十公斤 你也繼續在那裡愛 可憐,他的肉體在變的 我們也是 我們的肉體也從頭到尾都在變 你也要知道 我們的肉體不死 我們的肉體是虛犯的 你就會記得剛才那個人 那個人 那個人,辛苦完了了 你也是要再認他 我們當初愛他的時候 感覺只要他那個表面的皮而已 也要他的心膚 也要他的心 但是呢 這個時候,辛苦完了 像外面一定的皮是你兒子的形 那個頭是你兒子而已 那腳也換掉了 換一隻雞腳 雞腳有可能的 我們可以看到異姿 是不是這樣 我們看到一隻雞腳 那是兩隻雞腳 那你也認他 那是你兒子 所以我問你到底哪一個人是你兒子 那頭是你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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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所以哪一隻頭的椅子都換掉去 可能你又是像你兒子 但是我告訴你 有一天 那頭在那 但是心變了 不知道又是不是你兒子 所以我們所愛的東西 是這雞腳沒有一個真實在的 我們所愛的沒有一個真實實在的東西 事實上它是組合的 它是組合的 它是組合的 那你組合的過程裡面 它是批凡的 他的心腹讓你感覺很美妙 所以你愛他的心 心腹 也愛他的心 那他的心 那他的心是怎樣 你會知道 因為特定他的心腹 講話 所以你會知道 你認為他有一個愛你的心 所以你也去愛他 那你看到他的心腹 背泡泡 他有蜜蜜 那你就去愛他 那你就知道 他有腳有手 跟我一樣有腳有手 那你也愛 你要知道 你的腳跟手 也相似的 他的腳跟手 也相似的 那他的心 你認為是永遠 因為他說話 他說他永遠愛你 所以你也愛他 那你也認為說你永遠愛 你也認為有一個你 永遠你愛他 你知道嗎 我們哪有一個愛 我們哪有一個永遠的我 你在那裡想說我愛他 我們的心腹 是永遠的 我們是怎樣去愛一個人 因為那個人要讓我們愛 因為哪有我們的條件 我們認為說 我們的公子要多老 我們的公子要 收你不要多多 是都要怎樣 一個男人 要去愛一個母子 他也這樣想 我們那個母子 身材要怎樣 身體皮膚要怎樣 對我們老婆婆要怎樣 要對我 要怎樣 他的頭問要黑米米 軟心心 要怎樣 我的條件 還可以來最重要 我要愛他的時候 他要給我愛 我正在愛他的時候 他要愛我 但是你要知道 他說你愛他的時候 他也歡迎說 這個人要愛我 我我也愛 所以 那是兩個人家 我愛他 然後他說 看到我在愛他 所以他也要愛我 他在愛我 我也愛他 所以兩個人的心 甚至乎是齊心感應 才神流浣的反應 怕你 如果他看你的身材 它變去 還是你貪無錢 男人看 男人看男人說貪無錢 男人看男人說 他的身材一變 你對他的愛情 以前看 他的身體一定變 你對他的愛情就開始變 那就是我們的心 也是無常 它隨著外境的歡迎,我們也對它歡迎 這樣就是什麼意思?肉體是無償是化合的 我們的心也是涼涼無償,隨外境來改變 所以說,心跟肉體,肉是化合,無自性 什麼無自性?沒有它本來是怎樣? 你說肉體本來是怎樣?肉體不會老,也不會年輕 它永遠是這樣,如果肉體有自性,肉體永遠是那樣 不變,也不老,也不病,肉體不會變這麼對,但是它不是 它這個肉體如果哪一間,哪一個血路不通,它不剛好 它就影響到肝,它影響到肝,肝就去打它 所以說起來,肝肝的健康是跟它的血路關係 那肝肝如果不通,肝肝也變 因此,一個健康的人是隨著你身體每一個器官都要好好才可以 所以說健康,這個身體肉體,標示的健康 那也是每一個器官在加上的,可見起來 無論是身體,無論是肉體,都是隨便加上的 那麼這個環境也是的,你看看喔 這個鋼蝶是鐵金在裡面 那麼,人家看在外面,油插在外面,把它補起來 再來께,油插在外面,然後按鋹,按電線 放這個桌子,按腳點轉出來 按之後,你看到,說一個鋼蝶在那裡 是不是這樣? 所以說,你扯鏈的環境是鋼合所ashing 這是愚賴蒸族的時候,你把它 ven Auto 是這樣 我們要知道,我們要觀園起 那麼如果心空觀來看 改色 分色 把它吸開去 吸好空氣 看這個洗感是流氛的 這就是我們眾生吸到一五 我們眾生之所有 所以說佛要教我們心空觀 要教我們的心空觀 讓它吸光 讓它分色再開 你就知道是這個上我們的心變動 肉體也是變動 死去哪有就死 沒有一個我死 沒有一個我死了 因為我是肉體跟念念的思想的整合 我哪有一個我 我是肉體 跟黏黏千變 黏黏追求全靈 念念追求全靈 黏黏追求全靈的那種念心 這樣來教學 那個念心 推動就是這個肉體 所以呢 肉體會噌噌 這樣呢 流氛黏黏千變的念頭 假學就我們這個肉體到中 這樣流氛生氣就我 這個人在那裡 所以說我不可得 我不可得 誰是我 哪一個念頭是我 哪一個肉體是我 哪一個肉體是我 哪一個念頭是我 這個念頭是由上一個念頭所成 下個念頭未生 無由我 這個念頭已生 說是我 但是它是由上一個念頭所成 所以說這個念頭不獨立 它 我一定是要獨立的 它是由上一個念頭所原生而起 它是由上一個念頭援身離去 所以說沒有一個念頭是我 扯沒有一個念頭是我 噢 你念念追求 沒有一念是我 念念追求 唯一念是我 那麼你 你身體念念分析 也無有一臂 細胞是我 沒有一個細胞是我 水氣不是我 平衡不是我 眼睛也不是我 所以那個掛的肉體是咬理性 所以打鼻 是某一個器官在那裡痛苦 是鼻 不是有一個掛在打鼻 生病 也不是真正有個我在生病 是身體的某一個器官 身體某一個器官在那裡打鼻 所以你如果這樣了解 那個人我不可抵 我不可抵 我不可抵 天台中跟我們講說 佛道先教我們這個道理 先教我們這個道理 讓我們沒有接到我們這個肉體 但是沒有接到這個肉體 並不代表我們這個肉體是不可用的 那麼沒有接到我們這個念頭 也不止做我們的念頭 也不代表我們的念頭 是不能作用的 也不是說我們這個念頭沒有作用的 這是修正的阿羅漢所了解的道理 是這樣的 那是西空觀 陣入偏空的波爾 偏空的這個佛節 以空性為本 以空性為本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到底這個世間餐薪是什麼呢 無違法可抵 違法可得 那如果是無違法可抵 那西空觀到世界裡台 那也無違法可抵 因為 既然我的肉體是假的 這樣誰去翁姓 你也不知道誰去翁姓 那如果沒有 你如果這樣想 就變成修正對話 就這樣 偏空的 屬於下去 所以說 天台中跟我們說 我們不能這樣而已 有多數人跟我們說 我們的肉體是假 念頭也是假 所以 我不可抵 那實在 不可抵中間 有不可思議的 流氓的妙幼 不可思議的妙幼 不是流氓 不可思議的妙幼來產生 不可思議的妙幼來產生 那麼這妙幼是什麼呢 妙幼也是空為根本 也是以空為根本 也是以空為根本喔 但是 這個時候開始不一樣了 怎麼說不一樣呢 是怎麼復祖要說空 為什麼佛都要講空 是因為我們凡夫子左右 是因為我們凡夫接著柚 接著我們的肉體 所以我們就要說空 我請問你 如果這個肉體是空的 如果造成這個肉體的東西 又從哪裡來 又是在哪裡一樣 它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肉體是空的也好 不然我這支手是假的 我突然之後 這支手突然在那裡 暖了去了 我的生活也還不痛 湯在加我這支手 這支手如果切回去 等在那裡的時候 湯在那裡加 我不會痛 因為它離開我 我就不會痛 我看到它是在那裡 所以我問到這個手不是我 但是我還說回來 看到那支手是甚麼 是甚麼人 如果沒有看 生活的是甚麼人 要去往生的又是甚麼人 問題出在這裡 正的空的人又是甚麼人 正到空的又是誰 那麼誰要正空 那也無空可正 也沒有空空情 因為都不需要正空 因為我不可定 我不可得了 對啊 所以說 當 你了解 所以說你了解 空性的時候 你就想說 對 一切越煙越煩 所加客 因此產生了 世間的萬有 產生了世間的萬有 所以佛陀因為我們執著萬有 我們執著萬有 所以說它就要說空 我們執著 但是這是你 在鼻子才這樣說的 那是治病才這麼講的 因為你有執著 這個肉體跟屬性 這樣 所以它就要說 這個空 把你執著 它才要講空 它就要說空 把你執著 讓你不要執著 但是你若是執著 你的空性裡面 那麼你就沒辦法 從空性裡面 又昏幻 不可思議 的妙幼 你就不能 你如果執著 在空性當中 認為那一切都不可得 那你就不能 從中 生起如幻 的幻 的妙幼 這樣 世間就要生 世間實現幹什麼要成 因為根本就沒有人 可以往生 世間實現 怎麼就要生 如果一切都沒人 這樣就沒人 沒人 你看 修生的阿羅漢 你不去 他也沒有 他沒有所謂生 他正在空性 他有所謂生 他有所謂生 不受 不受 好友 所以他沒有所謂生 所以你如果 南傳的人 南傳的人 他不會 不必要求往生 他也沒有可以求往生的事 他也沒有所謂生的事 他也沒有所謂生的事 所以有人問 佛祖說 不要南傳的阿羅漢 阿羅漢 先阿羅漢之後 他去哪裡了 佛祖說 你看一把 一把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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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意思說他不會再升起種種的功德法 不再再參選到種種的公德法 為什麼? 那麼 政党法文就不可以這樣 政党法文 你若是以空的道理來說 當然你的理由說 這樣翁先生是不必要的 不可以這樣 我們的政党法文裡面 我們不需要為這個空性 再換起來來說 空力不空 空而不空 那麼這個道理呢 這個道理就比較輕 那就是大乘要說的道理 這個中間呢 當然還有幾十的道理 我們就要跳過 我們現在直接就要說 那麼如果這樣說起來 我們 大乘在這個 空的基礎中間 他還要進一步 他來看什麼 你也知道 你若是說這個東西 是 是一粒一粒的細胞所形 一粒一粒的細胞所成 這樣造成了一塊棒 我 人 是身體 頭膝 手膝 皮 肉 骨 肥 裡面的 五種藥褲 來造成的 這樣 這是 所造成的人 他們造成的 如果割開就沒問題 這本身是對的 你有割開本身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知道 到底是誰人知道他割開了 割開是誰人說的 是我們在說的 我問你 如果是我們會看的人就沒去 我們怎麼會知道這個肉體是割開的 好 再來 我們說 念念念頭的千褲 這個念頭在這裡 是因為上一個念頭 你會吃 我隨時上一個念頭 又想第二的念頭 第二的念頭 參生第三的念頭 念頭 念 是念念千褲 念念追逐千褲 念念追逐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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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怕你這個念頭 是因為上一個念頭參生的 你才有第二的念頭 我們人為什麼倒胎 因為我們上一個念頭想要挖 我們死的上一個念頭想要挖 所以說我們第二的念頭就想要倒胎 所以中間心就參生 因為想要挖的念頭會相遇 想要活的那個念頭相遇 相遇 所以說我們 上一次肉體一粒 第二次中間就要去 因為什麼 求生的意志堅固 求生的意地堅固 所以說中間心自然就要去 所以他的肉體圓還沒現 中陰 兩者之間 位置中陰 前一個肉體壞面 後一個肉體壞身之前 兩者之間 你那個陰身會起 為什麼 因為你的念頭念念千褻 你的念頭念念千褻 你的念頭念念千褻 你想要生啊 阿老闆 沒有那個求生的念頭 所以說肉體一失 中間心還是未生 因此 光是沒了 就是這樣你說 阿老闆的原因 但是我請問你 誰人要給他 是誰人想說那拍戲要給他 是誰人看著他 誰人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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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你有這條 你有這條你這麼需要他 他如果沒有這條 涼涼千褻的中間 涼涼千褻的中間 涼涼現前的這個肉體的中間 他就是褻 他沒想要給他看破 才有說褻 那當下就是褻 什麼叫做褻 什麼叫做褻 你並不需要說 你看這個肉體開 才有說褻 你當下他加褻在那裡 他當下就是褻 這就進一步 再說 褻褻 不是說褻褻離褻 是褻褻 因為你中心的氣煩惱 就是因為你接觸這個 世間的失誘 所以說褻褻在這裡就要說 褻褻離褻 褻離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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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褻離褻離褻 但是呢 你今天你如果沒有接到 你如果知道 那是因為我接到 我就很大 分析給你空 那麼你就會了解 實際上 一邊不需要分析 一邊不需要分析 一邊不需要 這次你就要知道我是空 你就要知道我是空的 當下他就是空 他不需要因為分析才是空 他本身就是空 而且 他在變化的中間就是空 一切變化的中間就是空 一邊不需要你跳起 你分析說他沒有 他變化的每一個元素 每一個元素 每一個元素 這組合叫做空 沒有元素 他的當體就是空 沒有元素 他當體就是空 你要知道 這個道理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 你就知道他是空 你不會接到他 你看到人的生活 你知道這都是虛幻的 你看到呢 南中流中的身體好物 你就知道 他當下就是空 你第二項你要知道怎麼 這就是佛度 第二次要跟我們解說 你因為你接到我會教你虛空 色空 不是虛空 色分析的色 分析就是色空 或是色空 那麼呢 第一次我要跟你說 我們現在不用分析了 當下就是空 一切的環境 生活中間 當下就是空 沒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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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這個萬物色感受 存在的一切 到底是怎樣存在 哪一件 哪一件 哪一件問題是真實的存在 都是你去看 對不對 一個十五人漂亮 你們母好美 你們公子好美 這台車漂亮 這個政府好美 都也是你的心裡感受的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你去接到他 你這台車是真的 所以說佛陀要把你 塞空分析就塞 塞空去 他是家庭 沒錯 但是不管怎樣 他還是要你家庭變化 他不會消失不去 只要你有心 他就是要你家庭 只要你要去看 世間就有種種的人和事物 只要你願意去看 只要你有肉體去看 世間就有種種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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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你並不可以說 離開就你看 來說世間有一個空 世間當下就是空 但是問題是這個空 是隨著你的心去看 他才會很空 是這個想 你若是對他沒有接到 你也可以說他是沒有空 他就是存在在那裡 他就是存在在那裡 心變去看 這個世間就變存在 到底是心在情呢 還是這個世間在情 我問你 你走走的時候 你還沒去走走 走在那裡有你嗎 有嗎 沒有 沒有 你去走走那場 走在那裡有你嗎 有 我請問你 走在那裡的人 把你走去 到底是 你先走到那裡 走在那裡 走在那裡 你怎麼走到那裡 走在那裡 走到那裡 你怎麼走到那裡 到底還有一種 都不是 是同事 對嗎 是不是這樣 你走走在那裡的人 也走 你離開走在那裡 那裡 也沒去 你要知道 這個世間也是這樣 到底是 身有這個世間才有你 還是身有你才有這個世間 都不是 是你 憲在那裡 你的世間就是在那裡 你只要你存在的一天 這個世間就存在了 你要說他空的也好 你要說他悠的也好 他就是存在在那裡 他的願力 就是你的心 就是你的心 因為你的心在那裡 所以說 這個世間就是在那裡 第一次台書說 不前不休 無前無後 不重不衡 不是你當時的 也不是前後的 所以說他是怎樣 他是當時存在的 但是說他當時存在 變成兩個人 到底還不可以說兩個人 還不可以說是兩個人 所以到底是怎樣 這個道理 就是有這個世間的道理 心 和世間 和阻佛 和心佛 眾生 這三 這個道理 就是要說是上 它不是空也不是油 這是空也這是油 好 油關這個道理 我們會不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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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麼油 有什麼 來念佛 用什麼心 用這種道理來念佛 我們現在 先說到這裡 好 好 我們來回憶 合唱 這個合唱 就好 我們生活館 眾生無邊世萬多 眾生無邊世萬多